五谷国中今年新开发无人机的课程 规划让七年级生人人都学 课堂上大家都相当谨慎的操控着 学生从东摔西撞中慢慢领悟技巧 校方也很感谢家长会的支持 购买这些器材 让孩子们可以学习更多新鲜的事物 五谷国中为提倡新兴科技 今年新开发无人机课程 让学童们在未来的竞争里 不输在起跑线上 校方特别规划七年级生人人都学会飞五人机 课程从学里介绍再进入学习实际操作 这项新银有趣的课程让每位同学都相当喜爱 请问你们喜不喜欢上这一堂课 喜欢 棒不棒 不想让小孩子输在起跑点上面 然后所以各级长官支持 我们就让学生来体验这种课程 这个是非常好 加上我们是在航线底下 学生对飞行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们就努力争取 让学生来参与这种活动课程 同学们一个个小心翼翼的操控着手中的仪器 一次吧台空拍机前后起飞 虽然刚开始会掌控不住的乱飞行 东摔西撞中慢慢领悟技巧 同学们学得很开心 也启发了心中想要飞行的梦 我觉得可以启发我 想要去探索飞行这一个方面 我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很好 本来是不会的 结果到后面只要抓紧习惯的话 就会慢慢控制的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花了很多钱 但是最重要我们买一些敢摔耐摔 因为我们怕孩子摔 摔坏了会不会怎样 所以努力摔只要认真学 我们都觉得钱花在孩子身上是值得的 五谷国中校长杨尚清表示 很感谢家长会的支持 购买这些器材 让孩子们可以学习更多新事物 虽然在学习中器材难免会摔坏 但只要孩子们认真学习 一切的花费都是值得的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五谷采访报道